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看长度的单位换算 首先,同学们看完了老师给同学们的影片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活动 那么我们来看看A部分 填入CM和M 他要我们填入CM和M 那么同学们只需要把CM和M填在这些横线上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先复习一下 M就是米 CM就是厘米 那么EM就等于100CM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是米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米换成M 因为答案要CM和M罢了 那么一米呢,就是EM 那么EM呢,就等于100CM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这辆车的长度呢,是4米 31厘米 同样的呢,我们要把这个米和厘米呢 换成M和CM 那么4米呢,就是4M 31厘米呢,就是31M 所以我们再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431CM 怎样加起来呢,就是用以下的这个步骤 4M31CM 就等于4M加31CM 那么我们把这个M换去CM呢 就4M等于400CM 如果你们有看老师发给你们的影片的话呢 1M就是100CM 2M就是200CM 3M就是300CM 所以4M就是400CM 所以呢,这边就是等于400CM 加31CM 所以答案是431CM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接下来我们来看B部分 进行长度单位的换算 那么第一题4M等于多少CM 那么呢,刚才老师讲过了 1M就等于100CM 所以呢,我们就来乘100 所以呢,4M呢 就等于4乘100 就等于400CM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那么700CM等于多少M呢 那么由于1M等于100CM 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乘100 但是因为现在它给你的答案是CM 所以呢,我们就拿来除100 所以700CM就等于 700除100 也就等于7M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1500CM等于多少M 因为1M等于100CM 所以现在问你1500CM的话 你就拿1500CM除100 1500CM除100就等于15M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题 317CM 317CM等于多少M 多少CM 这边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部分哦 所以同学们要看看这是怎么做 我来看方法1 317CM 我们就把它分开 就等于300CM 加17CM 所以300CM呢 就等于3M 所以呢,答案呢 就是3M 17CM 所以同学们要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的答案要的单位是什么 好像这一题 它要的单位是有M的 有CM的 所以同学们必须 把答案写成这样的答案 好,这是方法1 那我们来看看方法2 方法2 同学们呢 也可以直接用除法 317除100 1,3,3 所以100乘3等于300 那么317减300 我们的语义是17 所以呢 上面的这个答案呢 我们就填在M的部分 下面的这个余数呢 我们就填在CM的部分 所以答案是一样的 就是3M 17CM 这是方法2 同学们呢 可以选择自己 舒服和明白的方法 来完成练习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题 908CM 同样的这一题呢 它要我们把答案写成M和CM的单位 方法1就是刚才老师讲的 把它分开 908CM就等于900CM加8CM 那么900CM我们都知道 900CM是9M 所以呢答案是9M 8CM 或者我们可以用方法2 就是刚才老师说的 直接除 908除100 100乘9等于900 那908减900就等于8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就是9M 8CM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6题 2M6CM等于多少CM 这一题的单位呢 它的答案要的是CM罢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做法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2M换去CM 因为答案要的是CM 2M就等于200CM 200CM再加上它本来有的6CM 所以答案就是206CM 既然是1M6CM 1M6CM 1M6CM 4M9CM 5M8CM 5M7CM 6CM 6CM 4M8CM 6M9CM 9CM9CM 感谢观看